大家好,我是李世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经过咱们这么多天的讲解 咱们这门视频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已经讲到了最后一部分 JBPM的实际的一个web应用例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把咱们这节课把这些天学过的内容串起来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个小小的业务上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根据咱们一个请假的例子 同时咱们用到了上节课 咱们讲到的一个JBPM的一个web流程设计器 让大家去理解一下这个东西怎么使用 首先咱们看一下代码 咱们这节课给大家去新建一个项目 也就是本套视频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JBPM18 然后把这个以前视频关掉 咱们把这个例子给大家简单串一下 然后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讲的东西基本上就和这个 这个就是把以前讲的一些东西用起来 然后稍微给大家去总结一下这套视频的一些 就是整个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咱们这个JBPM整个视频 然后就算结束了 好 咱们把这个项目关掉以后 然后把这个项目 18这个项目给它改一下web工程的名称 改成18 然后把这个部署一下 然后把它启动 启动了以后 咱们在这个页面上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项目 看一下咱就是咱们这个项目整个界面 然后我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咱们看一下 以前咱们部署过这么多流程 就是这块整个就是以前的一些东西 咱们这次由于是一个新的东西 咱们就把这个以前这些 把这些以前东西给它去掉吧 也基本上没什么用 然后就是一些数据的东西 去掉以后 让大家彻底的看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去掉的时候 咱们需要把这块 咱们去不是手动的去一下 让happiness的自动去清空一下表 清空的时候咱们是这样的 还是使用这个 mysirco这个引擎 让它清空 重启一下 它就清空了 让它自动去清空 把这个表 这表结构整个去清空一下 它这个清空是整个去把表 删除了 然后重建一下 这就是happiness的一个 自动重建的一种机制 咱们是这个 现在 已经应该是 准备开始了 正在运行这个schemer 这边的 好 已经完成了 我看这个表里边还有一些数据吗 没有了 已经完成了 清空了以后 咱们再重启一下 换成另外一种数据库方言 因为这个数据库方言我以前也说过 其实它这个 我的数据库是不太兼容 所以说这个必须换一下 大家如果兼容的话 就不需要这样换了 好 然后把它改成update以后 再重启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就这个整个数据库 就可以去完全去一个新的库 让大家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好 好 看一下有没有流程 流程都是空的 咱们从零开始 在编辑器里边新建一个流程 咱们开始 一 二 三 咱们还是模仿那个 组长 科长 组长 经理 组建 这么个过程 第一级叫组长审批 审批人 组长 这个是个角色 其实 这个叫经理审批 这个用户对咱们对应咱们这BPM 咱们后边就是个Sender的东西 咱们是经理 这边的最后一个叫总监 神批 中间 好 流程名称咱们叫Happy 为什么叫Happy呢 还叫Happy 因为咱们后边这个发起流程的时候是写死的 咱们这个 如果你以后想让它活的话 就是让它去 简单去动态选择一下使用那个流程 咱们这儿有Star Star这个Kin是形式的 这个如果你要想让它页面传递个参数过来也行 这个大家去自个儿去灵活掌握去 完了以后咱们点保存 成功 没问题 咱们看一下流程部署列表 有了 然后点查看 没有问题 这是咱们部署这个表 整个这就是部署完了 就没有问题了 看 然后咱们去发起一个流程 就是发起的时候 直接就是 填写生起人 咱们就直接填写了我们的名字 一手工 减了电数一天 直接提交 成功了以后 组长 看着组长的任务列表 看到了组长任务就拿到了 生起人就离世红 线下就是一天 然后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图片 点这个图片按钮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图片按钮点的时候 这个整个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咱们这个 使用这种方式 使用这种 在线编辑器的方式 它和这笔PM 自带的这个图片是不兼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编辑器 这个发起 查看这个东西是不能做的 如果想做的话 就是大家 还有一种 咱们这个 使用咱编辑器 其实也可以标 标注一下当前点和历史节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功能 我在本套视频里面就不讲了 以后就有机会 再给大家去分享 这个更高级的一些功能 这个编辑器 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去 可能会挖掘 我只是给大家提了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 也可以去以后去关注我的一些新的动态 然后提交这个组长了 组长查看到以后 咱们看一下 刚才是报个错 可能是 咱们看什么错 Session Cloud 这个Havened的Session 老是这个 关掉无缘无故的 咱们这个Spring and Havened 可能是 集成的不太好 咱们不关注这些了 然后点通过 操作成功 到精灵这块 精灵拿到这个任务以后 还是这个Session的问题 它非得走两遍 咱们先不理会这些问题 这是Havened自己的一个问题 包括这次刷新 有时候一次出不来 这可能也是这些Session的问题 这个很奇怪 咱们主要是在GPPM的 把这个精力主要集中在GPPM这块 其他的一些建筑性问题 其实避免不了的 大家可以去调一下 把点加 通过 好 操作成功 到总监这儿的应该就是 总监也拿到这个任务 先查看 刚才这个任务没问题 咱们点通过 好 中间任务也就没有了 这就是总监 整个这条GPPM 整个这个 咱们不理会这个错误 整个这个流程就结束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表 固结构这块 咱们这个固 流程实例 整个就没了 这个整个流程实例就完成了 它应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里边 HateringTask 这个历史节点 大家看一下 整个就到历史这块了 它这个Session组长 进你 总监 这个整个就是完成了 也就是说 是咱们使用了一个 比较新的一种东西 就是咱们这个 在线流程编辑器的方式 然后去 编辑一个流程 然后去发起 然后去整个去走一个 这个流程的过程 这个流程编辑器 也有很多的新功能 去大家去发掘 我只是给大家去提点一下 作为一个就是指引向 给大家 整个咱们就把这个 GPPM的一个整体的功能 串起来了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一个 串的一个功能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整个本套视频的一个 整个讲过的一些东西 从前边开始讲的一个 GPPM那些基础知识 什么是GPPM也好呀 到后来接着讲的是 GPPM的一个环境搭建 咱们包括用了GPPM4.4 包括用Spring Spring MVC 还有Habonet Habonet主要是用了 那个GPPM里边 自带的Habonet 其他操作数据库 咱们还是用Spring GDPC 这个是现在Spring GDPC 我个人觉得完全是已经替代这个Habonet了 而且更有更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一日UI框架 就是整个这个前端 咱们整个就使用第三方的框架去搭建了 就是大家也看到了这样的框架 操作就是好多东西都不需要咱们自己写了 包括表格呀 什么的空间呀 谈光呀 什么的 包括这个布局呀 都非常漂亮 包括一个Hello World的实例 接着就是最后就是GPDL的GPPM的一个语言的介绍 最后就是GPPM初级和高级两大部分 初级里边就是流程的一个部署呀 查询呀 发起流程呀 流程流转呀 流程变量呀 还有流程几个关键节点 Decision For it 还有Add 这些 最后是个流程历史查询 高级这部分是整个就是GPPM那些高级特性 包括它的跟角色呀 跟用户去挂钩 包括在线去查一些任务 还有省批 还有一些就是指定省批人 这些高级的一些特性 这些大家去 就咱们项目实际中基本上都用这些高级 我说这些高级东西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如果想学GPPM 这些东西一定要会 还有高级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些 就是有代表技巧 代表技巧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会签 回退呀 自由流呀 这些东西 包括图片显示 这些是一种亮点 就是说是GPPM那些亮点 大家去用了以后 就非常就是 就能实现一些非常高级的一些功能 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提高性的 把就是拓展性的东西 一个外部在这些流程设计器 就是非常好用的一种东西 大家去有兴趣的可以去多查 多了解了解 这边的一些圆码呀 什么东西都给大家会相继的去提供出来 GPPM最后是使用了一个 就是简单的一个请假流程 然后使用了外部流程设计器 完成这么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功能 整个这套视频就讲到这里 讲的过程中也许有些地方 讲的不是很清楚 也有一些地方会跟大家以往认识 有不同的见解 欢迎大家对我就是提出一些批评指正 在我的这个视频评论那边 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给我提 或者哪讲的不好不对的 大家可以直接指出 咱们互相去学习 首先就是恭喜大家就把这套视频学完了 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去努力的去了解GPPM 咱们互相学习 谢谢大家 本套视频就讲到这里